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呢来陪大家聊聊心静了 高我就开始跟你对话了 要讲主题之前先安抚一下大家的心情 刚刚地震很大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惊慌失措呢 我觉得老天实在太疼爱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跟女儿在车上 所以我们以为只是一阵的风很大 并不感觉到什么样的恐慌 那因为在等红绿灯嘛 才后来后知后觉的知道说 哦 地震呢 那也才知道说哦 地震真的很大 在这边要跟大家讲有我在 没事的 没有了在群里面 就是我有跟家人说有我在 就会像跟金钟罩铁布山一样 坚定如山 没事没事 希望大家都平安哦 那我要开始讲主题 就是心静了 高我就开始出来跟你对话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 其实是在前阵子我们的群里面 有一位家人跟我聊 好 那我觉得要陪大家进步 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要让大家心静了 到这个阶段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要很有耐心 可能简单的事情 我必须重复的一直说 一直说 或者是有一些 他们可能误不通的道理 我必须不停地解释解释 OK 那我很开心的是 那一位家人跟我说啊 他的改变是什么 他的改变是 他在办公室里面开始觉得 比较安静 以前可能是很呱躁 很呱躁 就是谁来 他就会跟谁 去开始聊一些是非 但经过了应该一两年的陪伴 当然他也是有上课 那有上课 我们就会保持联络 那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这样 就是希望帮他聊开 他内心那个打结 那我觉得他就是分享说 在除了在办公室 他会觉得比较安静之外 他发现 好像听到其他同事的言语 都是在批判 在讲别人的不对 或者是唠叨 那个不是唠叨 那叫什么 那个叫抱怨 以前他不觉得吵 他以前不觉得附近很吵 就是他的办公室周围很吵 当他心静下来之后 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周围是这么吵 那他只是现在想要吐的 就是一个安静 那如果有同事要来跟他讲 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他就会赶快 他的脑袋里面就有 一个讯息告诉他说 安静 岔开话题 别再投入他们的话题了 于是他就会乖乖的 赶快就扯开话题 然后离开 就不会继续跟他们在讨论那些是非 从这么长时间 从他自己认为他原本是那一团的一份子 到他跳出来 发现大家很吵 他很安静的时候 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他以前不觉得这么吵 怎么现在发现 原来大家都在批啪批啪 都在讲别人 讲怎样 讲怎样 还有他发现他不喜欢跟人家争吵了 他不喜欢跟人家争吵 就是一直让着对方 别人不想做的事 他开始拦在身上做 当他开始想要拦在身上做的时候 也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就是当他找到这样的自己的时候 他发现他自己内心有好多道理 就开始一点一滴的悟通了 那所谓的悟通其实也就是开始找到高我的频率 然后高我开始给他一些悟通的那个道理 也就是说必须要跳脱出来才能连接到高我 所谓的连接到高我 其实每个人我讲过 小我高我都是我 只是大部分的高我是被压制着 压制着频率不对 高我就不会出来给你讯息 所以他现在的样子已经跟以前的他是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听他跟我分享他的进步时 其实是我最大的喜悦 因为我觉得我当初就是被架着录影 要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那我是从不愿意到现在已经很享受 在这个工作上 我内心都是会很开心 但是这个是前面那个家人 那最近又有一个家人跟我分享 前面那个家人是有上课 后面那个家人是没见过面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见过面 那这个家人跟我分享什么呢 他说他突然啊 有一个体悟就是 不要抱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如果有在看影片的那位家人 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然后呢 要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以前是抱怨 以前看到都是不好的点 他突然那一天悟通 要感谢 就是万事要感谢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今天还是昨天跟我分享说 脑袋出现一句话就是 当你如果当你懂得感恩 感谢一切时 你将会得到更多 当你不懂感恩时 你将会连你原本拥有的都失去 有没有写得很好 哈哈哈哈 啊这这 我真的是很替他开心 真的 无限的开心 要傻花转圈的那种开心 因为这个家人啊 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 但是我跟他以前在 通话的时候 我可以发现他头上有一朵 那个灰灰黑黑的云啊 在他头上罩着 也就是说他很不快乐 他很闷 他觉得全世界他找不到爱 他找不到爱 那慢慢慢慢也是经过 我跟他应该也有一两年的时间吧 哈哈 也是这么长的时间陪伴着 今天就是最近才发现有新的体悟 其实他渐渐都有在进步 我都有发现 当我发现他进步 我也会很诚实的跟他讲 你进步了很棒哦 到他现在发现原来懂得感恩 懂得感谢时 就会得到的更多 我觉得他那朵云已经不见了 出现的是太阳 而且他也跟我说 他开始要好好爱自己 哇 这真的是无价 就是家人的进步 对我来讲都是无价的宝 无价的宝 表示这个社会啊 我们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 又多一个阳光的人了 也就是又多一个正在帮地球妈妈提高震动的人了 也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妈妈身上的好细胞 就是我就觉得我正在做很棒的事情 虽然要花很长的时间 虽然这个可能对人类来讲是不讨喜的事 那但是我很愿意 总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位家人啊 其实我有很多家人 有很多故事 今天先分享这两个 也就是说这两个家人从很乱的震动的心 慢慢找到那个平静的心的时候 高我的频率就会慢慢起来 起来的时候就会这样很无理头 突然给你一个讯息 或是给你突然悟通一个道理 虽然那个道理可能很简单 以前可能都嘴巴可以说 但是总是悟不出那个道理 然后肉身没有真正有感触 可是当真的悟通道理的时候 肉身又有感触时 那个喜悦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那当你的喜悦发出来的时候 你的高我更会给你讯息 那高我其实也就是神性的我 频率较高的我 频率较平稳的我 也就是说当你找到平稳的你自己时 你的高我就不会被你压抑着 那当不会被压抑时 它当然就会跳出来跟你对话咯 记得高我给你的对话 不是有逻辑的 它可能是在你发呆的时候 突然咚一个想法进来 那个想法你会发现 那个声音也不过就是你的声音 很妙哦 所以那么多的影片在讲着 然后那么多的道理在讲着 其实就是要大家去找回 那个平静的你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 你可不可以是平静的 可不可以是不要跟大家一样 掉进那个大染缸里面 就是染了自己一身心 但不觉得自己很心 觉得大家都臭味相同的时候 就不觉得自己臭嘛 那可是找回平静的你时 高我的频率出来时 你会发现哇 感觉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虽然你生活还是一样过着 但真的那个内心的震动就不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找到平静的你 找到平稳的你 找到安静的你 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愿意再花更多的时间 继续继续陪伴的家人进步 OK 今天递着嘛 安安大家的心 没事的 没事的 有我在就没事哦 I love you 拜拜